Hello,大家好,我是麦小豆 前段时间我说了疫情结束之后 我第一个想去的国家就是那个塞尔维亚 下面就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问我是不是塞尔维亚是免签的 然后塞尔维亚的物价是不是很低很低 还有朋友呢给我转发了一些关于那个塞尔维亚旅游的帖子 我看了一下标题啊 什么人均3000元玩赚塞尔维亚 然后什么塞尔维亚 中国人在欧洲的后花园 还有什么月薪3000 塞尔维亚奢华游 我就点进去看了两篇 然后我发现里面的内容真的就是 完全就是为了蹭热度而写的 就是一看就是为了自己涨粉 说的东西已经完全违背了现实 因为塞尔维亚它地处于那个巴尔干地区嘛 其实它在欧洲来说物价的确是很低 但不管怎么说它那也是在欧洲能低到哪里去呢 你3000块钱想玩赚那个塞尔维亚根本就不可能的 我们很大一部分人知道我们在欧洲有个铁哥们叫塞尔维亚 主要应该还是由于这次疫情嘛 然后我们看到塞尔维亚的那个总统亲吻我们的五星红旗 然后在镜头前面就是哭了嘛 然后就是感谢我们中国 然后他有说到欧洲的团结是不存在的 然后报纸上写的都是统话 只有真正能帮他们只有中国 所以这一幕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很动容的 那其实我是大概两年多前我就知道中国和塞尔维亚是铁的 是铁我知道因为南斯拉夫嘛大家都懂的 但是真正让我知道有这么铁的话 还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了 但是看到那些营销号的内容之后 想去塞尔维亚旅游的你自己想想看什么月薪三千 塞尔维亚奢华游什么三千元玩砖塞尔维亚这些内容 如果你真的只拿这点钱去塞尔维亚旅游 你真的对得起咱们在欧洲的铁哥们吗 我们全网都在说要去塞尔维亚旅游 要去支援塞尔维亚 但是你起码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当地的那个真实的一个物价 别到时候你理想中的物价是像铃销号里面说的 可能是20元就能吃大餐啊 然后实际上可能你只能在那边买一个三明治或者一个小汉堡 然后你到时候又在网上说什么赛国铁哥们坑中国人啊 之类的是吧 人家本身就是那么个物价 只是你国内的一些营销号把人家的物价给说低了 那就我自己了解到的这个塞尔维亚的基础旅游信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在黑山就在塞尔维亚旁边嘛 所以他对巴尔干那个地区都比较熟 所以我一问就知道 先咱们去塞尔维亚是需要转机的 这一来一回啊 就两天时间就去掉了 所以我们尽可能要把行程拉长一点 不可能说我们来回路上两天 然后在那边也只玩个两三天 那也太亏了吧 应该把整个行程拉到十天或者十天以上 这样会比较合适 正常去这个巴尔干地区旅游 然后我们会选择塞尔维亚 然后黑山剥黑三个地方一起玩掉 然后塞尔维亚和剥黑是免签的 如果去黑山的话需要那个深耕签证 或者去办理一个邀请函 不管是深耕签证还是邀请函 在淘宝都可以办理 然后要说到中国的塞尔维亚的这个机票 是在淡季的话应该在四千左右 如果到了旺季可能得要六七千 这一点是那个营销号上不会提到的 所以你这个机票这个坎就在这里 到了塞尔维亚之后呢 建议直接就在那个贝尔格莱德的机场里面租车 因为整个行程拉的会比较大的 租车自驾油能节省很多时间 而且在贝尔格兰德租车并不贵 一般像那种 一般像那种斯科达大洲那种三箱车 或者两箱车也就200人民币一天 已经含全显了 这个租车价格在欧洲算比较低了 然后油价的话 应该差不多是八九块钱人民币一升 这个油价对当地塞国的人来说 因为他们人均收入也很低嘛 可能会比较贵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去那边旅行 就那么自驾油几天时间的话 其实这个价格还是能接受的 还有一个塞尔维亚以及周边国家的一些住宿问题 像一般的快捷酒店 大概人民币在两三百一天 当然你要住好的也有 也有一千多的两千的 或者咱们人多的话是最好是住那种民宿 一般像两室一厅的民宿 在四百到八百之间 根据那个你的地理位置 还有装修会有一点差距 还有关于一些塞尔维亚那边的 那个警区门票的问题 一般也就十几二十几 然后反正几十块钱就分顶了嘛 所以这这方面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最后再说说关于塞尔维亚的这个吃饭问题 我建议大家在去的时候是能带上那个火锅底料 泡面炸菜咸菜等等 然后到那边建议是找那种有厨房的民宿路主 那边吃饭的确是不贵 其实像人均四五十能吃一顿还可以的 然后你人均一个一百多人民币的 你能吃那种比较好的网红餐厅了 但是那边中餐厅相对来说 比起那些西欧啊南欧啊要少很多少很多 不是咱们中国人不愿意支援你 而是我们咱们这个中国味真的是支援不起 看到那边你第一天第二天 你吃那些香肠啊牛肉啊 是还能接还能接受的 但是你到了第三天第四天 你脑海里只有方便面 所以我建议大家带那个火锅底料 因为带厨房的这个民宿 它自备有那个那些锅啊 锅碗瓢盆的嘛 然后你去可以去民宿周围的那个那个超市 然后买些牛肉啊蔬菜啊 然后拿回来用火锅底料这么一煮 然后在最后 搞一个方便面景去 那真的是完美 所以吧综合我上面说的 关于这个机票住宿吃饭 注册的价格 我觉得你按十天行程来算 人均一万元人民币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至于那些营销号说的 那个什么三千元玩着塞尔维亚这种 你就看看就得了 陈赏尔维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